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施阿凡达 我想要在这个影片中跟大家分享我 显化第三只眼超能力的突破 最近在我们的项目结束以后 大师开始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日程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僧侣 就是我们要被所有的僧侣 都要被培养成Rudras and Rudrakayas 他们是比一般的僧侣或者工作人员 要求更高的要对那个 传承印度教废陀文化 这个使命呢 就是要有更深的这个一个参与程度 以及一个贡献 然后呢 也就是说就是我们需要对自己的 就是对废陀文化的了解 有更加的提升 为了做到这一点呢 大师会每天给我们很满的日程 从早开始就是 除了我们平常的那个就是 四个小时的这个必须要做的 这些这个灵修方面的这个练习 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早上要进身 然后一个小时瑜伽 一个小时Pugia 还有晚上的一个大师开示 这个小时 一共四个小时 现在除了这些呢 我们每天还要就是 去有就是更加额外的一些祭祀活动 然后还要学这个 舞蹈一个小时 然后两个小时的绳子瑜伽 还有一个小时的portfolio 就是我呢 想要在这个学习哪样的艺术 以及还有我们魔法课的显示 那么在这个魔法显示第三只眼 这个超能力魔法的显示 还要显化第三只眼的超能力 就是这个也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显化第三只眼超能力的 这个环节上 然后就是让我们做了一个 盲眼阅读的这样的一个显化 这个功能呢 其实是我之前就是 一直以来都觉得非常的 非常神奇 非常厉害 非常酷 非常牛 然后还就是特别想要显化 但是一直都是 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成功吧 有的时候是 就是自己觉得是 也可以显化 就显化的比较弱 像大师讲的 就是没有能够真正的是 就是像用肉眼这样的双眼 去看到它那个状态 而是虽然有时候也能看到 但是是更多的是一种感觉 直觉这样的 然后就非常希望能看到 而且更希望是能用它 像两只肉眼这样的去生活 因为我们寺庙显化非常好的 这些巴拉桑 包括我们的 Maha Yoga 就是Yogi Science 这个 费托文化的 这个 部门的这个部长 他也是我们 如果你来三十天 三十天上课呢 Maha Yoga 也是你的那个 第三只眼的超能力课的老师 然后他的显 他这个盲眼阅读的显化 也非常的牛 所以我就是非常希望 能够像他们这样 然后呢 今天有一个突破 我觉得也是这些天 就是一直帮别人显化 就是一直在跟客了 然后就帮大家显化 也看到大家身上的一些 就是也有一些人 是直接显化成功的 也有一些人是在卡 然后就帮那个 没有立即显化这些朋友 在帮他们显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总结了很多经验 最大的 一点呢 就是 OK就是 首先所有的 显化慢的这些朋友 他们都是有一个 共同的原因 就是他们心中有一些疑惑 造成了他们 就是他们心中的认知 造成了他们阻碍第三只眼 立即显化了这样一个现实 也就是说呢 其实大师给的点化 已经是有了 但是他们由于一些原因 造成了 嗯 就是自己 可以直白的讲 就是不想显化这样的现实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师也不能强求他 所以呢 这个虽然是点化了 但是有一些人 就是显化 速度是比较慢 最普遍的 这个影响显化的 心理的这个原因呢 是 首先是不能 一类的是不能接受 这个自己变成超人 这个现实 就是无法想象 自己有了第三只眼 突然可以 看到这个世界 真正的这一面呢 和宇宙智慧沟通啊 可以下载一些东西 就是这些让他们觉得 就是这些朋友会觉得 非常的 不现实吧 就是觉得自己怎么可以做到这些 其实我之前 刚开始显化的时候 也有类似这样的 嗯 认知 然后呢 当时也就是造成了自己 远程视觉这个 显化 就一直没显化成功 就我其他那些都还好 就比如说思维阅读啊 或者身体扫描 这些对我都是 直接就可以显化的 但是就是因为我很难 接受 就是我居然闭上眼睛 能看到别的地方 这个 呃 场景 就是 嗯 觉得这个好像就太不真实了 太 太 超级了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造成了自己没法显化 但是其实当下呢 就是突然 没显化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就是 嗯 因为你深处在当中是无法 立即了解这个原因的 而且毕竟 而且其实 即便是心里对这个有一些 认知上的偏差 我们愿望上还是愿意它来显化的嘛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我们心口不一 但是其实其实心里 具体是怎么想的 我们有时候也是 很难真正的去了解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当时就是造成了我远程视觉显化一个阻碍 然后也是觉得就下了很大决心 我一定要看到 然后当时就是花了好像两三天的时间 不停的在 自我反省 在找原因 因为我知道是我自己造成的 心里一定有一些认知的偏差 然后还不停的试 就是不停的显化 我们坐在车上回宾馆的这个时间 我也用它来显化 就是跟身边人练啊 然后就不停的练 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再做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自行 还有就是让老师也帮我 帮我看怎么回事这样的 然后就一直不停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原因 就是终于知道原来我心中的这个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造成的 我不能显化 就是现在在说当时是 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当时你人在当下的时候 没有那么快的知道是什么原因的时候 就是在做不同的 这个努力的时候在想 然后后来知道了 原来是我其实发自内心的 不能相信自己能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我当时做的选择就是 开始让自己 幻想自己已经有这个特异功能的时候 有这个超级功能的时候 我的人生会是怎样的 就让自己 发自内心的能接受这个状态吧 然后呢我记得就是 边做这件事情边 突然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大师寺庙中的这些工作人员 不管是他们看起来是什么样背景 或者是什么年纪 或者什么教育水平 或者什么国家来的 怎么好像大家都可以显化呢 就你看起来最 看起来最默默无闻的 就是帮你成犯大妈 她也可以看到 我当时就瞬间一下就通了 我当时就觉得哇 他们能看到我还在纠结什么呀 然后我瞬间就是 这个心结就打开了 觉得我干嘛跟自己过不去 这个不是说就是一个特别不现实的一件事 就是所有人在这 就是这是一个生活方式吧 一个很默认的一个状态 就是好像在这已经稀疏平凡到这个程度了 我还纠结什么 然后瞬间有这个想法之后 我这心结就打开了 然后闭上眼睛那一刻我什么都看到了 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是一类的 就是不能相信自己能够显化之后是什么样的 再有一类的就是自我怀疑吧 就是觉得自己显化不了 就是觉得这个难度太大了 然后呢这类的朋友呢 就是你们要了解就是 这个第三只眼是大师在显化 他通过我们显化 不是我们在显化 这也是大师一直讲的 什么叫shakti和sikti的区别 sikti是你在显化 是你个体的这个行为在显化 这个其实是越显化的 越造成你的那个自我 ego的这个方面的增强 其实它是有害你的这个 因为我们宇宙是同一性 然后第三只眼是在同一性的原则上显化 是最强的最最最安全的 这个就是shakti它的这个基础 所以呢跟这个违背的话 不能保证它的安全性 以及它的长期的持久性 那么呢 所以就是大师给的shakti是他在显化 他通过我们第三只眼在显化 所以呢 其实我们不用想我自己 这个水平怎么样啊 我这有些有些同学就开始纠结 说我这一生也没也没有过什么 这种灵异的这种体验呢 或者我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人 我怎么能做到 我不行 然后 就是自我否定感非常强 这些朋友就是一定要知道 是大师通过你显化跟你没关系 你只要让他有这个安全的空间去 安全的空间 自然的空间去显化就可以了 自然而然就可以 然后还有一类的朋友呢 其实我也是这一类的 就是非常的逻辑性强 就是当我们在显化一个超能力的时候呢 我会就是在想 哎 这个我信息从哪接收的 我是什么感觉 我是哪一刻开始下载的 我这眼睛应该有什么看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震动 这个 有什么压力 这感受 还有就是 我是应该看到呢 还是应该感觉到 还是应该知道 就是所有等等等等 这些逻辑在问的问题 大脑在问的问题 这些呢 也是造成我们 阻碍我们第三支援显化的一个原因 因为大师可能是用一种方法来显化 但是我们就跟自己说 啊 我一定要看到 我比如说扫描 我就说 我就说 我一定要看到这个人内脏 那那万一大师扫描 大师显化 不是这样的显化方式呢 我们不就是 把这个时间给错过了 所以呢 我今天的突破就是 盲眼阅读的突破 是我一直在跟别人讲的一句话 我就用在自己身上 就是在跟学员讲呢 你 你要首先知道 这是大师在显化 不是你显化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你不用想 他不是想来的 等于说就是 第三支援显化所看到的呢 是一个外来的一个力量 和这样的一个知识 和一个认知 不是我们本身自己有的 或者大脑想出来的 所以呢 就建议大家 把脑子完全放空 联想 它是能怎么来呢 什么时候来 这些想法都不要有 更不要有就是 我觉得它是不是画面呢 或者我觉得它是不是这个什么的 这些全都没有 就是把自我 就完全放下 就好像我们是一个空壳一样 就等 就在那等就好了 斯华密集一定会显化的 我是这样跟别人讲 然后呢 也有靠这个 就是也跟它说通的 也有突然 就是瞬间就 想明白了 就显化的朋友 就是看到大家 把这个盲点的解除之后 第三支援开始显化 这个就觉得是非常的 非常的值得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和这一段知识吧 然后呢 我呢 今天就把这个用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 虽然显化很多超能力 但是我也想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因为我知道 像我们的寺庙中的孩子 巴勒桑 他们的显化能力是非常强的 一个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是孩子 他们大脑没有逻辑那些 对话 就是阻碍 猜测 自我怀疑这些 所以呢 我知道我是可以提高的 然后今天我就用这个方法 跟自己讲 说我就放空 我也不 我也不用想 我到底是怎么来的 或者什么时候来 我就让大师显化就好 我就是一个空壳子 然后 我就看到这个 英文字母在我眼前显化 就是在我脑海中出现的 就是在我 就是一个视觉效果 在我视觉中出现了 然后 我就开始跟对方讲 我说我看到了CH 还看到了E和A 然后他就特别的那个兴奋 他说正确正确 然后我当时也吓一跳 我就在想 哇塞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之前显化也没准到这个程度 就是之前显化 比如说有时候是 就是我就脑子里接触到一个信息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一个字 比如说Apple 苹果 然后就说是Apple 然后对方说就是 然后这个也很神奇了 但是就是没想到能够具体到 就是拼写上吧 就是而且是在视觉效果中呈现的 我觉得今天就是更进一步 就是让大师显化 我就坐在那 我什么前提条件都没有 然后后来呢 就是我们时间到了 然后我也就没有在 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再去把它剩下来看完 然后呢 我看了那张纸上写的是 Watch W-A-T-C-H 也就是我对了三个字母 A-C-H 然后其实T 我好像也似乎在看到的过程当中 好像脑 就是我是看到 但是我想再确定一下这样 然后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真的很想很想看 就是像那些巴勒响 他们能在 能在一张纸上 看到所有的文字 而且是很快的 然后这种事情 也在我眼前发生过 就是一个 刚被大师点化的一个人 就是练了可能 十分钟二十分钟吧 然后他就可以 从看单词 到看句子 再到看读书 然后到最后 就是在我们这个大 这个教室里走 盲眼走 就是 真的是 看到这些 我就知道自己 自己也可以 然后就是 非常非常有强烈的愿望 也想把这个 这个超能力 显现出来 它是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牛的 一个超能力 所以 今天有这个突破 也非常的开心 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 所以呢 就是想要在最后结束之前呢 跟那个所有被大师点化的 第三只眼点化的朋友呢 想要跟大家 就分享这个认知 就是大师给我们点 点开第三只眼呢 一定是可以显化的 如果我们没有瞬间显化 或者显化能力比较弱呢 一定是我们心中有一些自我怀疑 然后一些否定的认知造成的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担心 因为大师讲的就是 只要我们发愿 只要我们有愿 这个愿呢 都可以冲破 我们的自我怀疑 然后让我们 能够显化这个 第三只眼超能力 然后其实我身边见过 有什么样情况都有 所以大家 如果是被大师点化的朋友呢 有时候显化方面有出现问题呢 希望能在 能这个录像 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吧 和指导 就是你能做的 最后的一件事情是放弃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 你被大师点化了 就显化就好了 然后用今天的这个 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经验呢 再做一个新的尝试 你一定可以的 好的 那就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这段录像 你天哪等